欢迎回来继续Focus 欧盟正式通过对中国电动车要加征高关税了 最高加征的关税税率高达45% 而且要五年的时间来执行 中国也立刻祭出反制 反倾销白兰地暴富欧盟 法国烈酒制造商的股价应声重挫 另外字节跳动旗下短影音分享平台TikTok 再被美国13个州和华盛顿特区起诉 说TikTok没有同意就收集了用户的数据 损害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 欧美跟中国各种形式的贸易战不断升温 欧美接连对中国商品社群平台祭出抵制措施 欧盟27国对中国进口电动车加征额外的反补贴关税进行投票 在法国意大利跟波兰等10国支持下 4日正式通过增税议案 之后从中国出口到欧洲的电动车 将被课征最高45%的关税 时间长达五年 欧盟说要建立公平的商业竞争 在中国制造电动车的车商则担心 一旦关税壁垒加高 中国电动车在欧洲将越来越不好卖 而在欧盟确定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后 北京第一个报复对象选择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白兰地 中国商务部8日宣布将对欧洲白兰地实施暂时性反倾销措施 自11日起白兰地进口商需向中国海关较交高达30.6%到39%的保证金 消息一出法国烈酒制造商股价应声重挫 轩尼18日大跌3.5% 人头码收盘也狂泄6% 如果价格增加了很多 我认为我们可以继续使用 一个很贵的品牌 我们会选择别的东西 有专家分析 中国产品与各领域制造业 很早就已进入欧美市场 因此这次加征关税的动作 不但对欧洲贸易关系无异 反而可能伤及欧盟本身 前欧盟执委会主席巴洛所呼吁 欧洲不要因此放弃对话 但北京8日宣布继白兰地之后 也考虑对欧洲商品征收更广泛的关税 恐怕将导致中欧贸易摩擦风险进一步加剧 不止欧盟美国对中资企业 也出手抵制 双眼紧盯荧幕 看影片滑手机放松心情 对生活在科技世代的青少年来说 再正常不过 美国13州和华盛顿特区联手 对中国字节跳动旗下的短影音分享平台TikTok 提起诉讼 指控他们伤害 且未能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还非法搜集用户数据 违反美国儿童网路隐私保护法 TikTok对于相关指控强烈否认 强调他们为年轻用户建立了强而有力的保护机制 包括针对16岁以下未成年人 预设荧幕时间限制和隐私预设设定等 但美国多州仍坚持提告 TikTok若败诉 恐将面临超过20亿美元的罚款 近来美国对中资企业和商品的抵制态度 越来越明显 中国大陆商务部长汪文涛 8日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进行电话会谈 双方就分歧的经贸领域话题 展开讨论 但未取得明确共识 商务部长黄文涛敦促美国 及早取消对中国企业制裁 改善中国企业在美的营商环境 中方警救美国对中企业政策表示关切 美国方面则是对中国大陆产能过剩 表达忧虑 中美依旧各说各话 TVS新闻综合报导 了 谢谢大家